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名为巴比的韩国电影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韩国少女顺英与美国少女巴比的跨国友情 并揭露了跨国领养背后的丑恶 电影的一开头,史蒂夫带着大女儿巴比一起来到韩国 一个男人谄媚地向前迎接她们 镜头一转,故事正式开始 在韩国海边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主角家庭 家里有乖强董事的女主顺英 爱慕熊的妹妹顺子,智障父亲和流氓叔叔 顺英喊正在化妆的妹妹吃饭,妹妹说自己不吃 指着桌子上的巴比娃娃说 自己要变得和她一样苗条美丽 我说姑娘,你瞅瞅新闻上那些整容上百次 把自己整成巴比脸的人有多吓人 还是姐姐顺英懂门道 说真人要是长成这样就成外星人了 此时,叔叔带着巴比和史蒂夫来到家里 跟顺英说,这是你的美国爸爸 顺英一脸懵逼 叔叔则责怪爸爸没有提前告诉顺英 原来顺英要被这个男人收养,带到美国 史蒂夫嫌弃地看着这个肮脏狭小的房子 决定去酒店住 叔叔继续鼓捣着坏掉的车子 巴比来到沙滩上 被一群没有见过世面的熊孩子 呜呜呜呜地给围着 顺英拿出弹弓救下了巴比 还把弹弓还给了巴比 两人擦出了友情的小火花 车子修好了 史蒂夫带着巴比走了 这天晚上,叔叔拿着爸爸最爱吃的香肠 忽悠他在所谓的合同上签字 爸爸却不答应 而蓄荣的顺子在质问劝说顺英 叔叔因顺子身体不好拒绝了 早上,顺子给叔叔端饭讨好他 想代替姐姐去美国 在争执的时候先翻了桌子 叔叔也甩了顺子一脸的泡菜 而此时,顺英和巴比的感情则迅速升温 看到我也想去韩国卖手机链发家致富了 但巴比的爸爸却不喜欢他们在一起玩 总是打断他们 一天,顺子在翻姐姐东西的时候 看到了100美元 告诉了顺英他真正的价值 并说要帮助顺英还钱 却跑到兑换外币的地方换成了韩币 买了漂亮的裙子和化妆品 叔叔带着顺英去照相办护照 这张爸爸意外地抱着顺英不撒手 却还是抵不过叔叔的拳打脚踢 顺子打扮得像个小妖精似的 来到酒店找顺利夫 想讨好他去美国 巴比说自己喜欢顺英 不喜欢顺子 觉得他假 而顺利夫说亚洲女孩都这样 大兄弟,你说这话我就不乐意了 不能一圈带拼 一棒子打死所有的亚洲女孩吧 看到自己的女儿十分喜欢顺英 顺利夫却改变了主意 在顺子来医院检查身体时 巴比却意外地在医院 听到了爸爸与叔叔的谈话 活下去 这个牺牲品就是以为 要去美国过好日子的顺子 巴比很是伤心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为了救自己的妹妹 他沉默了 叔叔拿着卖掉整语的钱 欢欢喜喜地买了车 面临分别 顺子恢复了他这个年纪小女孩 应有的纯真 他给爸爸刮了胡子 带着爸爸和姐姐去照了个全家福 分别前夜 巴比来找顺英 两人自顾自地说了半天 后都哭了 晚上顺子做梦 梦到自己在美国穿着漂亮的裙子 睡在柔软的工作床上 过着幸福的日子 果然是梦里啥都有啊 第二天早上 史蒂夫来接顺子走 巴比递给顺英 一掌斜满骚瑞的纸 顺英好像明白了什么 疯了一样地追出来 可是车子却还是越开越远 后期时 顺子转过身来 看着身后的韩国 笑得特别的开心 人性其实经不起考验 顺子其实只是生活中 很常见的虚荣少女 在她的心里 还是有温情存在 而为了一己私欲 卖掉自己侄女的叔叔 才是最大恶极的恶魔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